套果 记住拆套款要这些工具 这个 这个 这个是用来拆模具 装模具的 拆模具和装 就是说要拆 要搞这个动作的时候 这些工具一定要准备好 然后把这个松掉 把这个装进去 这个扭 这实际的扭 扭紧它就会把它这个顶出来 然后把这个卸掉 把这个扭出来 把这个清干净 清干净里面的管道 然后装进去 这个朝外 把这个扭紧 锁紧 一定要锁紧 然后装你所需要的模具 下面下面 模具装的时候要放这里面预热 烤热 先烤热模具 然后这个朝后 然后 就用刚刚那个东西 打紧 然后打紧以后 用这个穿针这样顶一下 看模具能不能顶出来 顶不出来就可以 可以 然后排胶 然后就排胶 PVC排胶 排干净以后 就是排出来的料干净以后 然后把这个胶挖干净 再把外膜刷上去 再把外膜刷上去 锁上 锁的时候要留距离 留缝隙 他说这个要外膜 要放进去到哪里 水平 外膜你就推进去就好了 推进去 然后他指教的时候 都自动会挤出来的 所以你装这个的时候 一定要留个缝隙 留个空间 这个地方跟铁肤浓的是有区别的 铁肤浓的是装外膜的时候 不要推的太进去 就推的跟内膜那个嘴平 平起来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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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吗 有吗 PVC的可以完全全部推进去 然后把这个扭紧 留一段距离 然后把这个扭紧 留一段距离 看不清 看不见 刚好盖住 刚好盖住 完成 然后等下我再告诉他怎么拆 拆的时候是这样 先拆这里 这是现在是拆模具 拆模具 然后排胶 把外膜挤出来 然后用这个 用锤子 把内膜敲出来 把内膜打出来 打的时候一定要轻轻地打 不要老是这样 砰出来 撞到这个地方 要轻轻地打 然后把模具的料 上面的料清干净 放在这里 然后我们再来拆这个 拆掉 有料的话要清干净 然后把这个套上去 好 这样 用力扭 它它就可以挤出来 然后再拆掉 这个料把它清干净 放在这里 然后把这个清干净 然后再拆机头 拆机头的时候 这个温度的电源要关掉 电源 电源 这个电源 把它关掉 要不然这个地方碰到会烧坏 这个铁粉笼也是一样 把这个鸡井 这个鸡井把它关掉 把电源关掉 然后再来拆机头 有三个部分 三个部分要关掉 对鸡井 鸡井眼睛眼磨 然后把它打开 拉开 这里面会有胶 把胶挖干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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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到一边 然后排胶 把这个挤出来 清干净 这里面所说的排胶 意思就是说启动主机 排胶的意思就是启动主机 让胶挖干净 就完成了 就完成了 把它放一边完成 让它来装 OK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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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